今天我們會延續上個禮拜關於拍賣的主題 上個禮拜我們詳細分析了 Second Price Sealed Beat Auctions 次高架密封型拍賣 在分析當中我們看到如何可以運用刪去劣勢策略這樣的方法 我們發現降低出價或者是提高出價都屬於weekly dominated strategies 在一些不同的賽局情境當中 有些時候你可以先去檢驗你是否存在一些劣勢策略 那這些策略不要採用 在我們刪掉了降低出價跟提高出價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在次高架拍賣當中最佳的競標策略就是to beat truthfully 誠實出價 大家如果回去仔細檢查我們證明的過程 你會發現在我們的分析得到這個結論的步驟當中 我們對於其他的競標者他們的理性狀態他們的競標策略 或者是他們對於拍賣品的估值 我們沒有做任何假設 我們並我們的分析以及這個結論 並不取決於我們面對了多少人 什麼樣的人以及其他人到底會喜歡還是討厭這個拍賣品 或者其他人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跟我們到底是獨立的還是連動的 我們的分析沒有用到任何這些條件 因此次高架密封型拍賣 誠實出價的這個結論是非常的具有一般性 上個禮拜我們也提到拍賣的種類跟場合非常的多 所以是否有一個仿珠四海接準的架構 然後是我們可以用來分析各種千奇百怪各種形態的拍賣 取自大量關於拍賣的這個經濟學或者是賽局理論的文獻 以及建立在上個禮拜我們對於一些不同拍賣的分析 大家可以想想看有哪一些重要的資訊 是我們在解析拍賣的時候會需要用到的 第一個可能就是關於這個拍賣的規則到底是什麼 密封型的還是公開喊價型的 那是這個得標者他是出最高價還是次高價等等 所以第一個面對任何的拍賣或者是你去網拍 或者是你做一些行銷工作的實習 讓你發現你需要參加 像是Google或者是這種網路廣告的拍賣 第一個先了解它的規則 第二個重點 在於不同的競標者 對於這個拍賣品的估值到底是多少 你需要了解你自己的這個拍賣品對我來講價值是多少 我最高願意付多少 同時你也要去評估其他人 他們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是多少 其他人對拍賣品的估值跟你的估值是彼此獨立不相關的嗎 還是說你們會彼此連動 這點我們等一下會再繼續深究 除此之外呢 當你要了解自己跟了解別人 你就會發現很多時候你的資訊不夠 那你要買一輛二手車好不好 那你發現你對車子的了解 對這部車的歷史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如何從一個舊車的這個外觀 以及你所能夠看到的各種的這些訊號來判斷 這車子到底以後會出問題的機會有多少 或者是假設你是要拍一棟房子或者是一塊油田 那你會發現你需要資訊來評估 這塊油田到底石油的運藏量有多少 所以要分析一個拍賣你了解規則 這個相對最容易 雖然有時候規則很複雜 大家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以及彼此的聯動關係 再來就是資訊 你有什麼資訊你缺什麼資訊 別人有什麼資訊別人缺什麼資訊 這些擁有資訊所建立起來的這個結構 會影響到大家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以及怎麼做 這個是我們從賽舉理論出發分析拍賣 往往要釐清這三件事 而這三件事各自有不同的狀況屬性 所以組合起來出來出現的各種拍賣的模型 非常的多樣 從這個架構出發我們能夠做哪些事呢 第一個從競標者的角度出發 我們可以只管自己 我要用什麼方式 用什麼策略去參加競標 我是否該誠實的就寫下我的估值 作為我的標金 從這裡出發 當我們可以了解自己的競標策略 我們設身主地去了解其他人的競標策略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更清楚的來認識 不同的拍賣 他們是怎麼樣運作的 當我們知道競標者的策略 以及這個拍賣給定任何的規則 這個拍賣底下會發生什麼事 會讓這個賣家平均來說得到多高的報酬 以及我們透過特定拍賣規則 這個拍賣品 會有機會分配給誰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了這些資訊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整合了這些資訊 可以從賣方的角度來思考如何設計拍賣 所以在設計之前我們需要先知道這個拍賣是如何律作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多談一下關於這個Value 拍賣品的價值這件事 在有些情況之下 這個拍賣品對我們每一個競標者來講的價值是獨立的 是主觀的 我喜歡這個東西不表示你會喜歡反智亦然 我用單數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稱這個拍賣品對我們來說 擁有這個私人價值或者是私有價值 舉例來講 假設是一個藝術品拍賣 放在前面是一個非常前衛的 把衣服抽象畫 可能有人會很喜歡 那有的人喜歡古典 喜歡這個優雅舒適 而不是前衛 所以不同的人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 可能會大不相同 這稱之為私人價值 那麼在私人價值之下 照我們剛才的定義 不同的人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可能是獨立的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的作業當中 這個國有地拍賣 我們假設每一家廠商A或B 他們對這個土地的估值是取自一個彼此獨立的均勻分佈 uniform distribution 大家的估值都是從一個機率分配當中 隨機抽出來的 那麼所以在我們的作業當中 我們所分析的狀況是具有私人價值 另外一種狀況 叫做common value 也就是這個拍賣品 當中的石油的含量成正比 蘊藏的石油越豐富 這塊油田對我們每一家石油公司來講的價值都越大 所以我們彼此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價是互相聯動的 你喜歡我也會喜歡 你不喜歡我也會不喜歡 諸如此類 在共同價值的情況之下 在真實世界當中會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常常是我們有共同價值 可是那個價值是多少 大家不知道 我們沒有充分的資訊 我們只能夠從既有 有限的訊息當中去推估 那麼每一家石油公司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收集地理地質 各方面的資料來判斷這塊油田到底石油的長量多不多 那麼這時候就有可能因為你和我 我們收集資訊的管道不同 或者是我們所建立的分析的模型不一樣 以至於給定同樣客觀的資訊 我們會得到不同的估計的這些數字 其實很多時候在這個經濟的分析 或者是總體經濟 基本的數據 大家能取得的都一樣 但是會因為模型不同 我們對未來的預測就不一樣 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共同價值的複雜或有趣的地方 就在於資訊不夠完備 你我雖然偏好是一樣 可是資訊不相同 以至於我們對這款拍賣品的判斷不同 好 私人價值跟共同價值 但是我們接下來要說的事情是 在真實世界裡面 絕大多數的拍賣品 同時具備了私人價值跟共同價值 在賽局分析裡面 在文獻的發展 大家為了要很清楚的來解析 每一種屬性的價值 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所以賽局的模型 早期是把他們獨立開來 研究私人價值 是1960年代 就是這個 上個禮拜講到VC Auction 率先分析的經濟學家 1996年的諾貝爾獎得主Vickery 率先研究私人價值 那麼共同價值 也是1960年代後期 到1970年代 是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 Wilson 真實世界的拍賣品 往往同時具有私人價值跟共同價值 怎麼說 我們同樣的是拿藝術品拍賣為例 我買下一個藝術品 他帶給我的效益可能有兩個 第一個我把這個藝術品當成是一個投資的工具 所以我買了這幅畫 我可能放了10年20年 之後我找機會再轉手賣掉 然後看看這幅畫他會不會增值 他如果增值的話 我買畫再賣掉的這個過程 那我就得到一個投資報酬率 當我未來想要把這幅畫再轉手賣掉的時候 在藝術品的市場 10年後這幅畫能夠值多少錢 這可能是一個客觀的存在的一個現實 如果你跟我們買畫都預計10年以後要賣掉 那麼這幅畫在10年後 藝術品市場預期可以帶給我們的收入 就是這幅畫對於你我不同的競標者來說的共同價值 可是在我們把這幅畫賣掉之前 在未來10年這幅畫還擺在我們家 或擺在我們公司裡面的時候 我每天會看到他 我會覺得舒服或不舒服 開心或者是不開心 所以當畫擺在我家裡 我天天欣賞的時候 他帶給我私人價值 可能你我的這個私人價值不一樣 但10年後我要把這個畫再轉手賣掉 假如你跟我都會選擇這麼做的話 那個賣掉的錢 就是這幅畫對我們的共同價值 可是10年後這幅畫會值多少 不曉得 那就需要我們對藝術品市場有一些研究 然後對我們的景氣有一些研究 然後對於排賣 賣畫的管道方式 人脈有一些研究 那麼在共同價值之下 你我的資訊不一樣 所以就造成我們會有一些不同的 會有一些不同的解讀 再以拍賣房子來說 那這個房子它是不是很通風 它的格局 它的變類性 然後它的這個建材 用料 這些東西大概是 我們大概會有共同的看法 這些面向 這些東西越好 你跟我都會越喜歡這個房子 這是共同價值的部分 可是同樣好的格局 跟好的用料的房子 可能像我喜歡住在比較接近大自然 比較遠離這個喧囂的地方 那有些人他喜歡便利 那麼所以這個房子的位置 它的location 有可能就是屬於你我私人價值的部分 我喜歡的 你不一定喜歡 所以真實世界的拍賣 往往是這兩種價值 混搭 一到屬性不同 有不同的搭配的比例 接下來幫這個價值做分類之後 上個禮拜我們談到了一個重要的觀念 叫做Winner's Curse 贏家的詛咒 這個概念率先被提出來 是放在排賣的情境裡面 也是由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 Wilson他率先做非常詳細的分析 可是上個禮拜我們給大家玩了一個 很簡單的遊戲 我們發現這個贏家的詛咒 它其實會出現在一些不同的場合 上個禮拜我們所玩的這個 公司併購案出價的這個遊戲 它其實是屬於bilateral negotiation 買東西 買賣雙方 出價 但我們上週也提到了 這個贏家的詛咒也會出現在拍賣當中 特別是在拍賣裡面 它具備了這個共同價值 auctions with common values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 在上個禮拜的這個公司併購案當中 我有公司要賣給你 你出價 但那時候發生的問題是 我擁有的資訊比你多 我知道這個公司的現況 到底有多好或多不好 你只知道公司的現況的可能分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出價 而你出的價格被我接受了 我接受你的價格 這件事情就反映了這個公司在我手上的價值一定 小於你所出的價格 也就是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之下 我的資訊比你多的情況之下 你出任何價格要來買我的公司 一旦買到就表示這個公司不會太好 你出的價格成為這個公司最好的狀況 這個天花板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在買賣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大到是這個公司的併購案 它也可以小到說你出國旅遊去土耳其 伊斯坦堡 然後到他們的市集裡面 跟那個小販討價還價來買這個波斯地毯 或者是絲巾 我以前去土耳其 我覺得最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的市集裡面 所有的紀念品都是 都是這個討價還價而來的 他們一開始小販 一開始所提的價格都會是不合理的高 所謂不合理的高 也就是它也沒有真心要出價 它就是讓你來提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怎麼樣挑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合理的價格 然後事後又發現說你沒有買貴 不會覺得說有點後悔 那時候你擁有多少資訊 就變得非常的關鍵 在共同價值的拍賣當中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是甚麼 會擁有的一些關鍵資訊 所以別人不知道這個東西那麼好 但也有可能其他人的資訊比你多 他知道關於這個拍賣品 一些隱藏的負面的資訊 讓他們降低了對拍賣品的估值 所以有可能因為拍賣者 競標者的資訊不夠 他缺乏了別人所擁有的 關於拍賣品的負面資訊 導致於他最樂觀出價最積極他得標 結果買到以後發現 哇 這個東西沒有他預期的那麼有價值 這個是the winner's curse 從個別的出價者 或者是競標者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怎麼避免掉the winner's curse 贏家的詛咒這樣的問題 在這個bilateral negotiation 買賣的情況當中 上個禮拜我跟大家提了一個基本原則 賣方擁有更多資訊 所以他接受或拒絕我的出價這件事情 會透露出額外的訊息 所以一旦我喊價 我要花多少錢買你這個東西 我卻要思考 在對方願意接受的情況之下 這個東西我仍然想買嗎 我們先去預想 因為對方不接受就算了 等於什麼都沒有發生 但是對方願意接受我的價格的情況之下 他為什麼接受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覺得還是值得買 才出這個價 那麼在拍賣的過程當中也是 你需要去思考 當你出了一個價格 然後竟然你成為最高價 可以得標 如果你出這個價格 會得標 沒有別人 沒有任何其他人 願意出像你這麼高的價格 如果你多知道了這件事情 你仍然願意出這個價格嗎 你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yes 那麼你去買 如果你對這個答案是no 那你應該降低這個價格 像上個禮拜我們談到 我觀察這個版權交易的市場 不同的小說跨國的這個版權 或者是小說改編成影視 不同的電影公司來競標 某一部知名小說的影視改編權 假如我們是買方 看上了一部小說 然後我想要把它翻拍成電影 然後去買這個權利 然後這個小說很熱門 所以是用拍賣的方式 那我就要去思考 我出多少錢 不要說我出一百萬 用美金來算好了 假如我出三萬美金 去買某一部小說的影視改編權 然後其他公司都沒有人出這麼高 然後我就去思考是 這個小說是有些地方 有問題很難改編 或是它的文字讀了好看 然後改編變成是影像化以後 變成是戲劇以後會不好看 是別有這樣的資訊 而我沒看懂嗎 還是說是我特別的具有這個慧眼 然後我可以看到這部作品的好 如果我出的價格會是最高價 我要去思考這個原因出在哪裡 或者是同樣是把小說改編成影視 我有特別好的編劇團隊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得到位 然後讓我的影視作品更好看 以至於我來改編這個影視作品 我預期的票房會比別人改編所得到的票房高 所以導致我有能力 我也願意用更高的價格去買這部小說的版權 如果是出於這些原因來自我自己的優勢 來自於我對自己眼光的信心 以及我改編劇本的能力 那我出價比別人高 OK 我可以比較不擔心Winner's Curse的問題 但如果我的改編的能力也沒有別人搶 然後就出於某個原因就我特別 但我特別喜歡我是這部作品的粉絲 然後我也是作家的粉絲 然後我就很喜歡 那我就去思考 當別人都沒有我這麼喜歡的時候 我的喜歡是指覺得它適不適合改變成影視 那麼是不是其他人 他們在於影視市場上面的資訊比我多 然後他們多出了一些負面的資訊 那我是否應該調降我的樂觀 跟調降我的出價 我們講到贏家的詛咒 以及從買方的角度 我們如何去避免贏家的詛咒 那這時候就要來看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先想像一下上個禮拜的這個 公司併購的這個小故事 或這個遊戲 如果我們今天有時間再玩一次 你們會出價多少 上個禮拜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今年是 這個我教過的班級裡面 突然冒出一堆人 出價都在100元以上 100萬以上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應該無論如何出價不應該要超過100 但是我們如果今天再玩一次會發生什麼事情 已經學過賽局理論 已經學過贏家的詛咒 這個遊戲已經吃虧過上當過一次 如果要玩第二次 可能大家的做法都是學乖了 那就是不要買 出價為零 是我們上個禮拜 公司併購完這個遊戲的正解 是不要買 或者是還是有人想讀讀看 畢竟只是賠的機率多贏的機率少 那有些好賭之徒 可能還是出個價看看會不會蒙到 結果就是 當我們意識到買方的資訊不充分 然後有可能陷於贏家的詛咒當中 大家就會用我提到的原則 或者是不懂原則也沒關係 我們就很保守的出價 不要那麼積極 所以如果一個拍賣當中存在贏家的詛咒 最後的狀況是什麼 競標者為了保護自己 不管怎麼樣 我沒買到我的利潤是零 勝過我高價買到利潤還是負的 所以大家的出價就會變得很保守 那麼一個拍賣品 它的成交價就有可能很低 我現在要賣一個機器 然後那個機器怎麼運作 它是好是壞什麼 狀況我都不跟你多解釋 我只有說這個機器很好用 那麼大家不清楚 沒有那麼多的資訊 怕被騙 怕買錯了 那你的做法會是什麼 頂多出一個很低的價格 買到了就讀讀看 那麼買不到就算了 這是資訊不充分的時候 會帶來的結果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轉換視角 如果你是賣方 如果你是這個拍賣品原來的擁有者 你會發現 存在贏家的詛咒的後果 並不是讓你賣方 最後可以把東西高價賣給一些倒霉鬼 讓他們賠錢 當我們所有的買方 所有的競標者 都學乖 都學會賽局理論 然後都變聰明的時候 存在贏家的詛咒 就表示大家不會積極出價 所以賣方最後能從拍賣 可以得到的收入是很少的 那麼 所以到頭來 會需要積極的去解決 去消滅掉贏家的詛咒的 會是負責賣東西的人 請大家思考看看 從這些直觀出發 我們可以怎麼做 去減少競標者陷入贏家詛咒的機會 然後讓賣方可以順利的誘導 引導競標者積極出價 然後讓這個拍賣 最後可以用一個高價作收 高價作收 然後又沒有贏家的詛咒 所以買的人也不覺得賠錢 賣的人有更好的收入 這是雙贏 可以怎麼做 然後我剛才講到說 任何的拍賣幾乎都包含了 同時包含了私人價值 跟共同價值 只要有共同價值的成分存在 就多多少少存在了一些 贏家的詛咒這樣子的 潛在問題 所以 對賣方來講 Seller 他可以怎麼解決這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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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或建議 或是你從真實的案例當中來 找靈感 你說有買方主動的提供 可以驗證的資訊 然後來消弭這個資訊的不對稱 回到上個禮拜 公司併購案的例子 我們如果再玩一次 大家大概不會買 可是身為賣方 我如果主動揭露 拿出我公司既有的財務報表 訂單 然後跟你說 我的公司現在的狀況就是 只值30萬 好 我揭露了這些資訊 而且是你可以驗證的 那這時候 我們消滅了這個資訊的不對稱 你發現 雖然我的公司爛 可是你買去了以後 你可以讓他增值50% 所以你可能出價 不要說你出價35萬 或出價40萬 買回去 但是你很篤定知道 這個公司在你手上 最後會增值到 45萬 那麼透過我賣方 揭露資訊 那麼贏家的詛咒不存在了 你也敢出價 最後我們可以成交 然後是這個 雙贏 同樣的情況 那麼在拍賣品的時候 如果是藝術品的拍賣 那很多時候這個拍賣官 他就有責任 要提出各種的分析跟證明 第一個 我這個作品是真的 第二個 我這個作品 在藝術市場的價值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有各種相關的評論 然後有它的關於 細節的 美學的 材質的 各方面的 詳細的資訊 越多越好 幫助買的人 能夠更加的理解 跟評估他們的共同價值 這樣買方會覺得 他面對的風險 會比較小 這是第一種 這是第一個方法 由賣方提供 如果是賣房子的 那我提供各種相關的證明 來解釋 來說明 它的建材 它的用料 然後我講 說明一下 我的這個格局 有的人可能是信風水的 那我這個風水怎麼樣 有的人不信風水 但是他相信科學 所以這個通風狀況 方位會影響到 這個住起來舒不舒服 這些資訊 我都主動的揭露 給買家 是第一種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贏家的詛咒之所以會存在 就在於一開始買方的資訊 不夠充分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提升買方的資訊 資訊量 就可以幫助他們不再害怕陷入贏家的詛咒 他們的出價就會更積極 賣方揭露資訊 是一個 還有沒有其他方式 你說第三方機構來認證 OK這也是一種方式 然後我們就看這個第三方 是誰去聘請 也有可能我身為買方的 我為了要向買家證明 我的資訊沒有偏差 所以我在委託第三方來做這件事情 也可能是身為買方的人 那我為了要做好估價這件事情 我為了避免贏家的詛咒 或者是什麼的 我就主動 我願意花錢去收集資訊 這就是一個方法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OK討價 討價還價 如果在一個買賣 你跟我買賣的場合 討價 我看你怎麼還價 我可能可以從這當中 設法擠出一點訊息 知道這個東西對你來說是值多少 那拍賣的過程 我們之前玩過這個同步 加價式拍賣 國有地拍賣的那個雙戰遊戲 課堂上玩過 然後 然後 互相競爭的兩組同學 你們各自對土地A跟B 對這個土地的估價 原本是你們自己的這個秘密的資訊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透過 雙方不斷加價的過程 你可以逐漸的判斷 或是你有多一點的資訊 對於你的對手 對於競標的競爭對手 如何來為土地估價這件事情 你可以有多一些的了解 當你看到你的對手 願意不停的把價格往上加 那你可能會發現 這個土地對他很有價值 當然我們課堂上的這個商量遊戲 是私人價值 所以土地對他的價值高 對我也沒什麼實質的意義 但如果是共同價值呢 如果是面對一個共同價值的拍賣品 你看到其他人不斷不斷的加價 你可能會回來想 他是太樂觀 還是他擁有一些關鍵的資訊 讓他知道這個東西 有哪裡好 好在哪裡 或者透過拍賣的過程中 你發現很快 其他的競標者就保持安靜不再加價了 這時候雖然我覺得 原本我覺得這東西很好啊 但是我看到為什麼其他人都安靜下來 會不會他們擁有一些負面的資訊 所以我這裡要講的事情是 拍賣的過程當中 不同的競標者 他們的出價的行為 可能可以透露出一些資訊 幫助其他的拍賣競標者 來瞭解 來更新 他對於這個拍賣品共同價值的評估 這時候我們就要思考 一件事情 上個禮拜我們提到過拍賣 有密封式的拍賣 有密封式的拍賣 也有公開喊價型的拍賣 如果我們參與的是一個密封式的拍賣 一次性 每一個競標者 我們就拿張紙寫下我們要投標的這個數字 簽上名字交上去 然後最後這個買方就收集到大家的標金 出價最高的人得標 如果是密封式的拍賣 在這個競標的過程中 買方可以學到任何事情嗎 有辦法更新他的資訊嗎 沒辦法一次性的 他最後只知道他得標了還是他沒有得標 然後他看不到其他人的出價 他也看不到 他也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人參加競標 多少人放棄 他沒有這些資訊 所以我們會發現 在密封式的拍賣當中 競標者沒有觀察別人的競標行為 來學習 來更新他對共同價值出價值的機制 是沒有的 但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公開喊價的 誰要出價就舉個牌子 然後就或者是就喊出來 那麼我們就可以觀察其他人 有多少人逐漸放棄 有多少人仍然積極的在加價 從這些行為當中 如果你知道如何解讀 你就可以從當中來擠出更多的資訊 來更新你對共同價值的判斷 然後有可能因此 這個共同價值就可以顧得更好 你面對到的風險更小 贏家的詛咒的機會發生的更小 那麼在你有一些 足夠正面的資訊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積極的去寒價 有可能讓這個拍賣的價格 可以拉到比較高 所以賣方如何去解決贏家的詛咒 就是問題從哪來就從哪裡下手 問題的根源是買方的資訊不夠 我們就設法增加他們的資訊 包括賣方去揭露 或是透過拍賣的規則的設計 讓競標者可以觀察 從彼此的競標行為來學到更多的資訊 來更新對共同價值的估值 所以從這裡出發 我們接下來 這個課題呢 基本上就是今年的另外一位 諾貝爾獎得主 就是Paul Milgram 他跟他的這個共同的合作者 他們在1980年代 有一系列的研究的論文 在探討這件事情 探討拍賣品 同時具有私人價值跟共同價值的時候 該怎麼分析 以及用什麼方法 有效的去解決贏家的詛咒 提高賣方的期望收入 這邊我就要讓大家來比較 兩種不同形式的拍賣 對 我们先来想象 现在这个拍卖品 他对竞标者来说 他只具备私人价值 每一个人对这个拍卖品的估价 都是主观的 都是独立的 因为是主观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也很清楚 这个拍卖品的价值是多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是卖方 我设计了一个次高价 密封式拍卖 用这样的方式 买家会怎么出 买家大家诚实出价 每个人就填上 自己的怨妇价格 或是自己的估值 然后最后 估值最高的那个人得标 他付第二高价 他付的是第二高的估值 对吗 好 这是次高价 密封式拍卖 为卖方能够创造的收入 就是来参加竞标的这些人里面 第二高的那个估值是多少 最后卖方就可以收到那个金额的钱 接下来我们看英式拍卖 就是这种公开喊价 我出十万 你出十五万 他出三十万 这样加上去 在英式拍卖的情况之下 面对私人价值 会怎么进行呢 价钱就一直往上加 价到最后 估值第四高的人 发现价格已经超过他的估值 他退出 然后价格再往上拉 估值第三高的人 发现价格超过他的估值 他也退出 然后到最后 估值第二高的人 他可能出了一个 略小于他的估值的价格 结果最后 被估值最高的人 又加了一个价 盖掉 所以估值最高的人 会得标 但是估值最高的人 他会出多少钱呢 当大家陆续价价 加上去的时候 估值最高的人 大概他只要出到 估值第二高的人的价格 或者估值第二高的人的价格 再加一点点 估值最高的人 就可以确定得标 这时候你会发现 两种拍卖形式 规则截然不同 有密封的 有公开喊价的 但是最后的结局 却几乎是一样的 都是估值最高的人得标 然后得标者 他付的价格 大约就是估值第二高的人 的那个估值 所以两种方式 得标的人一样 然后付的价格大致一样 对于卖方来说 他不管他拍卖设计成什么形式 他能够期望收到的收入 也是一样 估值第二高的那个人 的那个估值 第二高的那个估值 这是在私人价值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两个拍卖虽然 外观上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某种层面上来说 他们打到的效果 是相同的 好 现在我们换 换掉这个假设 拍卖品 它拥有的 不是私人价值 而是对所有的竞标者来说的 共同价值 而竞标者 他们必须根据自己能取得到的讯号 来判断 估值 大家的资讯 都是不充分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次高价蜜蜂式拍卖 跟英式的公开寒假型的拍卖 他们现在 所带来的结果会很像吗 还是会因此不同 共同价值的情况下 刚才大家讲到了 面对到赢家的诅咒的可能性 面对到这样的不确定性 买方出家会变得很保守 如果是次高价蜜蜂型的拍卖 我观察不到别人的行为 所以我就选择保守的出价 因为我怕我估计 我虽然我的估值是十万 可是我要继续诚实出价 我有可能估值比别人乐观 我有可能因为缺少了资讯 所以我的估值有可能太超过 所以我会变得更保守一点 那么英式拍卖呢 我可能一开始也是保守的 但是我逐渐看到其他人的行为 我看到其他人有没有跟着加价 那么其他人的行为 就会直接或间接的透露出 其他人所拥有的他们的资讯 我透过其他人的行为 把其他人的资讯吸收过来 更新了我对共同价值的判断 然后当我对共同价值顾得越准 不确定性越小 在英式拍卖当中我就更有信心地 继续往上加价 所以在面对共同价值 在面对潜在赢价的诅咒存在的情况之下 次高价拍卖跟英式拍卖 他们达到的效果不再相等了 会不一样 英式拍卖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彼此的资讯上面有交流 然后让大家更愿意出价 所以最后平均来说 对卖方可以得到的这个收入 英式拍卖会大过 次高价密封式拍卖 这是Milgram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我们这边先下课 等一下再回来我们就来看 如何把这一些洞见都整合起来 去思考1994年 美国的第一场大规模的 无线电平谱竞标的规则 怎么设计来的 这节课呢 我简单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在1994年的无线电平谱拍卖 详细的规则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从这里出发 我们也来看 拍卖设计在实物上面 有多少的细节跟美角 需要去思考 那么我等一下所讲的内容 是取自一篇论文 叫做Selling Spectrum Rights 他的作者是John McMillan 他也是赛局跟拍卖设计领域的学者 也有参与一部分 94年美国无线电平谱的拍卖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这篇文章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拥有很丰富 拍卖相关资源的网站 就是今年诺贝尔奖得主 Milgram 他开了一家公司 叫做Auctionomics Auction 加上Economics 去到他的网站 他们有一个部落格的页面 那里会收集一些相关的 关于拍卖设计的通俗的文章 首先我们来思考 无线电平谱 它算是自然资源 而它原本是算是公家的资源 那么自从无线电的相关的运用 无论是在广播 电视 还是在通讯 这些新的技术发展出来之后 无线电平谱的资源的价值 慢慢的浮现 那么这样子的 这个原本是公有的自然资源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分配呢 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 几种不同的方法 最早期 其实是没有人管 一直到1912年 1912年发生了什么事 铁拿尼号沉船吗 一直到1912年铁拿尼号沉船 然后派人去搜救 然后需要用无线电来通讯 就发现同样一个频率底下 有各种不同的人在对话 然后也有人去闹场的 也有错误的资讯 也有不相关的单位 然后他们就造成搜救的时候 联系上的各种的干扰 很困难 有了那次的经验 其实在那之前 美国的海军 已经因为这个电波的这个频率 是不同的人同时在使用 已经觉得出问题了 但是在铁拿尼号沉船之后 美国就觉得说 我们需要开始定力规范 那么同样的一个频率 在特定的区域 那我们必须要很明确的归属 使用权是划分给谁 一开始怎么划分呢 当然就是透过办理工厅会 然后有评审 所有希望来使用这个电波 无线电频率的人 大家来合各言而知 我要怎么用 什么用途 怎么样 它可以创造多少价值 然后政府听了 收集到这些资讯 决定这个频率要分配给谁去使用 然后都免费 由政府的裁量或是评审的决断 然后来把公家的资源 免费的分配给不同的公司 最早期的方法就是这样精心 不过在美国 他们面临到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 随着无线电波的运用越来越多 然后各种大大小小 不同的通讯的需求 所以到了1980年代 去跟政府申请 需要取得这个无线电频率执照的公司 可以数百家 上千家 然后我们继续用公厅会的方式来分配吗 然后听每一家公司来讲他们的商业计划 讲完都不知道哪一年了 所以就发现用公厅会行政手段 来分配的方式 不切实际 所以新的方法就应运而生 要做抽签 但首先快 一千家公司来要申请 那我们登记完毕 抽签立刻知道结果 但是当你用抽签的方式 然后频道又是免费 会发生什么事 觉得这个 觉得这个无线电频率有价值没价值的人都可以来试试看 然后一些吃饱饭没事做的人也想来试试运气 如果我抽中了 我再拿到二手市场 去把这个频谱转卖给商业的公司 所以原本是上百家公司 要来申请参加公厅会 改成抽签以后 参与的这个公司跟个人的数量就暴增 就不是几百就不是上签了 是数量级是往上标 那么最有名的就是1980年代 美国电视剧的一个演员 他就去抽 就抽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这个频谱 然后再去转卖 转卖的价值极高 大家看到这样的新闻就觉得很鲜明 因为他是电视剧演员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是谁 想说政府用抽签的方式 然后抽中的人就是天外飞来一笔横财 那大家开始思考 我们有没有比抽签更有效率的方式 因此用拍卖的方式来分配无线电频谱 这样的想法就应运而生 当然也搭配到那个时期 关于拍卖的各种研究 没有陆续承受 不过率先开始用拍卖的方式来分配无线电频谱的 并不是美国 而是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不能当成前车之剑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纽西兰 他们在1990年的时候 开始拍卖无线电频谱 给广播电视跟无线通信 他们的设计者应该是读过一些赛局的论文 所以他们用的方法就是赐高价 密封式拍卖 想法很简单 那么所有参与竞标的人 你就诚实出价就好 你对这个贫图的估值是多少 你就出价是多少 结果大家猜猜看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赐高价 密封式拍卖 它有它的好处 你就是 你的标金就填上你的估值 但是如果参加竞标的人 不够多呢 如果一个local的地区 就只有一家商业的广播电台 然后其他都是一些 无所谓的一些公司 那么有没有可能 最高价的人的估值是很高 可是那个次高价的估值就很低 造成得标的人出价非常高 但他实际付的金额却微不足道 列几个当年的例子 当年有三个非常知名的案例 第一个是最高价最高价的他的标金 纽西兰币十万 他付次高价 纽西兰币六块钱 然后在另外一个小镇 关于电室的无线电平铺 结果最后得标的是一个大学生 他从他的宿舍投标 他出价是多少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要经电视台 他出价一元 他是唯一投标的人 次高价是多少 零元 所以这个 这些消息出来以后的影响是什么 你要说他都有论文为基础 可是这些拍卖是政府办的 所以在政治上是出问题 人民觉得 你这是不是土利 对于得标的人 对他来讲 他可以创造这么高 十万元纽西兰币的价值 但是你政府用六块钱 就卖给他 所以这个失败的拍卖 他不只是 说让一些厂商 凭空用低价买到东西 他掀起的是政治风暴 他是承受不起的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如果从头来过 如果纽西兰仍然选择用次高价 蜜蜂式拍卖 在这个拍卖的执行面上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调整 论文里面讲到的东西总是很单纯 抽丝剥茧 其他复杂的面向都摘掉了 但是回顾纽西兰当年的这个案例 在拍卖设计上有没有其他的细节是我们可以留意的 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缺少人竞标 导致少数一两家厂商可以从这个无线电平谱得到很高的价值 但是因为没有竞争者他们就用一个超低价 然后净乎免费的方式得到 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当参加竞标的人不多竞争不激烈的时候可以怎么做 设立底标或者是设这个reserved price 这个是拍卖的卖方对自己的一个保障 底标价怎么设计 其实这学期我会把拍卖的内容分成两个阶段 大概到12月中下旬我们学了更多的赛局分析的观念 那时候会带大家分析数学计算一些更进阶的课题 设立底标是可以去防止上述的这种情况 也可以去防止但没有人买的时候把这个资源就分配给一个大选生 设立底标要怎么思考 我们可以这样想 假设有人要买 但是最后只有一个人来买的情况之下 我们该用那么底标就相当于是我卖方出了一个take it or leave it的价格 给这个唯一钱来参加竞标的人 我再讲一次 底标在有多人竞价的情况之下 价格标上去底标可能就不重要了 可是在缺人竞争的情况 假设只有一个人过来买 然后我们又说这个是拍卖 他就没有竞争 所以底标相当于是只有一个人来买的情况之下 我们身为卖方出的一个take it or leave it 你要或不要 请你决定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所以底标要怎么定呢 在只来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我底标越高 如果他接受了 我卖方拿到的钱就越多 我底标越低 就有越大的几率来的这个人会接受他 所以底标的高低 是我在对方有多少几率会接受 以及在接受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赚得多少的营收 这两者之间的取舍 所以我们需要根据判断评估这个市场里面 假设只有一两个人有兴趣 他们对于这个拍卖品的估值的高低分布 大概会怎么样 了解了这个资讯以后 我们来做接受的几率 以及接受之下的营收 这两个的取舍来设立底标 数学计算我们留到12月的时候 再来看 好 这是纽西兰 讲完纽西兰 那我们再来看澳洲 澳洲的拍卖案例 1993年 在纽西兰之后 他说我们不要用四高架了 太危险了 我们就是用最高架 密封式拍卖 结果大家猜猜看 当年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当年要拍的是这个 卫星电视 的这个电波频道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 跑来一堆听都没有听过的公司 然后最后却喊了 非常高的价格 得标的公司 最高价 这是澳币 是出了212 million 2亿1200万澳币 这是最高价 不知名公司 而且他们的资本额只有澳币的100块 第二高价的公司 他出了177 million 1亿7700万 然后依序下来 最高价 当然是他得标 理论上应该是他付钱 结果宣布了之后 这一家不知名的公司 说他付不起 所以他撤出 撤出之后 就剩下第二高价 撤出 一路撤出之后 最后的事情是什么 最后是由某一家公司 他是用澳币的 117 还是很高 他接受了 而且他付了钱 当年真实发生的事情是 少数的公司 他们成立人头公司 然后透过人头公司 来把价格轰抬到 非常的高 其实我不太确定 因为如果是最高价 蜜蜂式拍卖的话 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 如何可以去吓阻 其他真正认真的竞争者 但他们的做法就是 人头公司把价格垫高 然后看看最后的情况跟局面 那么就可以退出 退出 让他们自己所掌控的公司里面 一个相对低价 但是确保他们可以 得标的情况之下来接受 澳洲的这个拍卖设计 他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让人自由的 随意喊价 得标了以后再弃权 那么你喊的价格 就失去它的意义 不管是公开喊价 还是蜜蜂式的报价 只要你能够退出 就失去意义 只要你能够退出 就存在我创造分身 然后去哄抬 然后去把其他竞争者赶走 这样子的情形 那么我们在拍卖的设计上 该做什么事情来避免这件事 OK违约金 比方说你违约金可以怎么设计 后来在其他国家的拍卖 大家设立违约金 其中一个考虑的方式是 如果你得标了却放弃 然后最后是价格比较低的人 最后买到付钱 中间的那个差价 比方说这家公司用212得标 他放弃了 结果最后是出价 117的这家公司买到 而且付了117 那么中间的这个差额 中间的这个差额 95 就需要有最高价 然后放弃的这家公司 把这个差额补上 这是一种方式 总之我们需要对 针对乱寒假的人 需要有一些penalty 有一些处罚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回到美国 美国的通讯品谱拍卖 它一开始复杂在哪里 我们前前商战游戏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 多块土地 或是多个 无线电的这个 这个品谱 可能是不同区域的 那你买单个 跟买多个 多个地区 它所能够创造的价值 可能是很不相同 以1994年那个时候来说 美国他们把 全国的这个 无线电平谱 大概是区分成 2500个 2500张执照 同样一个地理区域 它可能有不同的 这个无线电波段 然后此外 全国还分成 大大小小不同的区域 当年他们把全美国 分成了51个 Major Trading Area 然后每一个 Major Trading Area下面 又可以再细分成 小区域 492个 叫做Basic Trading Area 然后在每一个区域底下 有不同的 这个频率波段 在这边我们来思考一下 当一家电信公司 它同时拿到 好多个 不同区域的频图 对它来讲 可以带来哪些好处 所以我们来看 A Vintage Licensed Aggregation 一单一家公司 如果它取得了不同区域 第一个 可能我为了要经营 我的这个电信事业 我需要有一些投资 是我的这个固定成本 因此我经营多个区域 那么固定成本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让不同的区域 共享我的固定成本 造成我整体的经营 是更有效率的 第二个 不同的区域 总是会有相邻交接的部分 如果是由不同的公司来经营 大家就要处理 在那个边界上面 会 是不同的公司 会有杂讯啊什么等等的 所以 由单一一家公司 掌握一个连接起来的 多块地理区域 可以更好地处理 相邻区域连接性 有这些问题 此外 在无线电 这个无线通讯发展的初期 不同厂商可能发展 不一样的规格 那么一开始 如果有单一一家 或少数一两家公司 它拥有了大面积 它更有机会让自己的这个无线通讯的规格 逐渐的成为主流 所以争取到这个涵盖面积广 更有机会争取到变成是industry standard 然后你可以享受到成为这个主流规格 所衍生而来的种种的好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每一家公司 他们要去思考 全美国 他要给定他自己的预算 跟他的经营能力 他要去创造哪些地理区域 哪些的这个平土拖断之间的组合 复杂在这里 那么现在如果美国政府决定用拍卖的方式 来卖 我们接下来在设计拍卖之前 我们需要先设立目标 由政府来卖这些公家的资源 我希望通过拍卖达到哪些不同的目标 然后这些目标的优先顺位是什么 之后大家如果有机会亲自参与设计一些机制 或是设计销售的规则 我们都需要先界定你的目标是什么 美国当年他们设立的目标的第一条 当然是希望这些公家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分配 什么叫有效率的分配 无线电平谱分给一个电视演员 就不是很有效率 因为他没有经营的能力 我们如何把这些资源分配给最有能力 用它创造商业价值 或是用它创造价值的这些单位 好除此之外 大家想一想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是美国政府会设定成是拍卖的时候 希望达成的 有的时候会需要跳脱框架 跳脱纯商业的 因为政府卖公家资源 所以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考量 但是如果你是Wilson 你是当年的Paul Milgram 然后你借到政府委托你设计 这些其他 包括非商业型的目标 都是你需要考虑进去的东西 不能独占 或者是反过来说 可能在某些地区 我们希望能够在保障 一些 代表少数族裔 或是弱势族群的公司 或是创造一些些的多样化 等等 所以他们当年他们的确 考虑到 我拍卖的时候能不能顾及 至少一部分是 Promote Minority Owned 但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他很多的细节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课不会多讲 还有没有其他的 你说避免独占 就是 PREVENT 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 不方便说出来的 从纽西兰的 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这个排卖 不要为政府带来政治上的 一些批评或困扰 So do not cause Political problem 这个我觉得在台湾也非常重要 大家很怕 由政府经营的东西被 被人家说是 是图利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当然那最后你说 营收 重要吗 那当年美国政府他们是把 创造 营收放在是 最后一个 目标 当然就是说政府要赚钱 这个不好明讲 to maximize revenues 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说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efficient outcome 把 多数的品谱分给 分配给 最有能力去用他们的人 那么 营收自然 会增加 好 从这里出发 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虑一些 实物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的 无限天品谱拍卖 该用 什么样的形式 来进行 接下来我们就一系列的问题 要回答 我要用公开 网架 网架 的方式 还是用密封形 拍卖的方式 好 这个课题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 快速的答复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 有过一些讨论 公开网架 因为这个网架的过程 可以提供竞标者额外的资讯 回到那个年代 是26年前 那个时候 无限通讯 商业上的无限通讯 才刚要开始 蓬勃发展 所以 每一个地区的 无限电频率 它到底能够 在商业上 创造多少价值 它有 common value 共同价值的成分 可是面对那个时候的未来 会发展成怎么样 有多蓬勃 大家不太清楚 只能用各自的 收集到的资讯 跟建立的模型 去预测 那么 既然有common value 然后资讯不充分 大家就会害怕 赢家的诅咒 出嫁会保守 所以自然 采用 Milgram的建议 用 这个 公开网架的方式 似乎是一个 解决之道 这是他们当年分析的 这个第1步 为的 就是 winner's curse avoidance 公开网架的好处 我们已经知道了 公开网架 有没有什么缺点 时间上拖比较久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尤其是 当年他们采用这个 同步加价式拍卖 从设计上 我们很怕那个 没完没了的 一直进行下去浪费时间 所以 要解决拖比较久的问题 在设计上面 我们必须要 明确的定义一个东西 叫做 stopping rules 什么样的情况 要如何让他加快 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停止 要让他加快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我会要求 每次有人要加价 必须要增加 至少某一个间距 那这个间距只要大 大家 价格就可以很快的加上去 那美国他们当年 处理的另外一个方式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来大家看到了嘛 是 同步然后这个多回合的 这个拍卖 那就很怕说大家每次 就 必须要每一个市场 都 所有的人都pass 就很怕大家在那边 一直观望一直等 那 那时候怎么做呢 当年他们的做法是 参加竞标的这个电信公司 事前要你先来填写 你预期 要标到 多少张执照 然后你需要针对 你要标的这个执照 你可能需要先付 一个预付金 然后规定说如果你的目标 是要标到 10张执照 那你每一个回合 至少在你的目标执照数里面的 百分之多少 你必须 强迫你要出价 他们做了一些这样的设计 来确保 这个公开喊价的加价 是可以有效率的进行 不会拖太久 但是我们来看更本质的问题 公开喊价拍卖 来避免掉 赢价的诅咒 但是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礼拜前的最后半小时 我不是 在黑板上帮大家示范吗 两家厂商 然后用同步加价式拍卖 来标两块土地 然后他们可以 你来我往一直把价格垫高 但是他们也可以形成一个默契 我在开始标没有多久 就 自然形成 你拿土地A 我拿土地B 我们在一个低价就停止 因为是公开的喊价 所以大家的出价的状况跟资讯 你我是知道 我们可以看得到 既然可以互相看得到 拥有这个资讯 我们就有办法 沟通 协调 形成默契 就行 就可能会创造出 大家 这个 违标 或者是有一些联合的策略 来侵害到 卖方的权利 好所以 到头来我们是在这两个效果当中取手 大家联手形成默契 或者是来违标 价格压低 可是如果存在 赢家的诅咒 大家怕怕的不敢标 价格也是很低 最后这两者该怎么取手 美国政府当年的评估是说 因为要参加竞标的厂商很多 然后我们可以用 设计一些其他的方式 来阻绝 厂商之间 透过 出价 来 来联系沟通 所以他们认为 Collusion 在当年相对是不重要的问题 解决winner's curse 比较重要 所以选择open ocean 这里我要鼓励大家思考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学了 一些理论以后 常常我们处于 对于 我们有更多的 知识或资讯 我们发现 公开喊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他就好 可是在我们下定论他就好之前 我们也需要多去思考 他会不会有些衍生的缺点 然后又一好无两好 我们优缺点之间 该怎么取舍 当然有的时候 这两者的取舍 我刚才的分析都是定性的 一个是正的力量 一个是负的力量 可是在定量上面 在实证上面 究竟是哪一个效应 大家不知道 所以有些时候 透过设计 实验室里面的实验 或者是我们现在一些 收集过去拍卖 所累积下来的数据跟记录 可以帮助我们去拆解 在不同的情况里面 正的效果反的效果 它们在数量上面 到底是谁大 谁生过谁 作为我们决策判断的依据 所以一些实验的设计 包括实验室实验或现场实验 它的价值 就来自这里 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刚刚给大家看到了有 这么多 维数 已经擦掉了 有维数众多的这个 无线电平谱的执照 要同时拍卖 那么我们应该 同步拍卖 还是依序拍卖 两个礼拜前 我们有谈到 多个商品要卖 用依序拍卖的方式 是最直观的 也是在多数的领域里面 我们会看到的情况 的角度出发 我先标了 地区 A地区的平谱 参加了 B地区的平谱 然后CDE不同的区域 有可能 我开始标到其他 CDE这些区域的平谱 我看到那个结果之后 我会发现 我对于原本已经标完的 A跟B 我对当时的出价策略 该买或不买 高价买低价买 我后悔了 但是是因为依序了 时光无法倒流 所以We cannot go back 厂商在意的 是我最后得到的 那一篮子的执照 包含了哪些区域 哪些波段 可是因为是依序 有可能我后面才开始 标的这些执照 取得与否 会影响到 一开始要标的这些执照 我到底想不想要 那么当我依序的时候 他就消灭掉了 我可以做这个策略 的这个 一篮子执照 要怎么规划 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规划 然后我每个区域 我有标到没标到 还取决于竞争对手 还取决于我最后口袋里 剩下的钱 预算 到底有多少 医序拍卖 还有没有可能 遇到一些其他的状况呢 当然我们目前都假设 这个厂商人性本善 但是会不会有人 在医序拍卖的情况之下 来恶搞 压缩到他们 到后面的这些执照 说他们现金不够了 那么一开始 来恶搞的这些厂商之后的其他的 这些执照可以 平普的执照可以用低价买 那或者是会不会存在有一些厂商 他就 集中火力 去 特别 用一个天价来标某一个关键的区域 然后他就像 丁子户一样 你任何的 电信公司要经营全美国的这个电信的事业 都必须要用到这个区域 然后 我就可以给你敲竹杠 依序拍卖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当年选择的方式是 同步进行 同步进行有一个很利己的问题 就是 规则会很复杂 所以当年他们的讨论是 这些厂商 这些竞标的企业 他们能够理解这个规则吗 我们的作业 或者是我们的商战游戏 已经是一个迷你版的大幅的简化 都还有一点复杂 那如果是要面对到几十个上百个 这个 市场同时在运作 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同步进行的好处是什么 他可以克服掉这个 不能够回到过去 以及克服掉有人是恶意的要来 拉高价格 在同步 多个市场同步进行 同时结束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哪一家厂商 针对某一个地区 恶搞要在那里抬价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其他 要 我们其他厂商看到这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 策略性的放弃 有人闹场的那个区域 然后我们 重新的来规划 我们在其他所有的地方 我们对于这个执照的搭配 的策略会怎么样 我们是可以很机动性的 来调整 当年美国做这个 同步 的 这个 多回合的拍卖 他们有一些 简单的 配套措施 然后 包括我刚才讲到 设计这个 stopping rules 包括我刚才讲到 他们要求参与竞标的厂商 必须要积极的 出价 所以你事前 厂商必须要 先列出他们的目标 你预计要标多少张执照 所以你每一次 至少必须 要在你的目标值的 百分之多少 的那些市场上面 你必须要有罕价 然后 他们也 设计了这个 对于出尔反尔的竞标者 他们设计了这个 法则 然后再来的一个 重要的设计是什么呢 他们虽然是采用同步 多回合 加价式的拍卖 但是在每一个回合当中 不同厂商的图标 并不是用大家公开喊价 而是用大家匿名的 交上 他们的这个标金 所以每一个回合里面 是用sealed bit 可是每一个回合 结束了以后 由政府公布 目前的最高价是多少 但是不告诉你 最高价是谁出的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回合 他们透过了 sealed bit 跟这个多回合加价 这两种的混搭 来做到一个效果 因为每一个 这个单回合里面 不同厂商的出价 是秘密提供的 所以 我是竞标者 我只知道说这个回合之后 价格加到多少 我不知道是谁出了哪个价 加到哪里 那么我也就断绝了 透过出价的这个方式 厂商跟厂商之间 互通有无 形成默契 来围标 这样子的 可能性 所以最终 美国他们采用的是 单回合里面是sealed bit 可是是 同步 多个市场同步 多回合 加价 每一个回合最后的总结论 OK是公开的 最后有一个课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可是我觉得 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无限电 平补 的价格 到底要怎么算 我们应该要算他的总价 还是算他的单价 所以我们就延伸到下一个问题 我们拍的时候这个得标的厂商 他应该就是 负一大笔的总额 然后换取他几年之内 可以使用这个平补 还是说我们要标的东西是这个平补的 单价 就是他的权利金 然后之后 根据这家电信公司 运用这个平补 创造出了多少的营收 然后固定这个营收的多少% 是权利金 然后再付给政府 这两种 同样都是价格 可是这两种收费的概念是不一样 一个是我付了一个总额 价格就是我的使用权 跟我的使用量无关 然后我花钱买了这个使用权 我可以尽量用 那么我就是一次性的付钱给政府 这是美国他们当年真正采用的方式 现在各国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台湾也是这样 可是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投标的厂商他们标的就是他们 的营收的几% 要拿来当权利金付给政府 然后之后就给他们电信公司的经营 赚多少钱 他赚了100万 假设他是用5%得标 他赚100万的那个5%就是付给政府 然后每一年他的营收高高低低的 那用 如果用权利金的模式 这些电信公司也不用担心风险的问题了 那我赚的多付的多 赚的少付的少 没赚不付 会处于这样的情形 那我们设计 通信频谱的价格 应该用一个总额 使用权的概念 还是根据 创造的营业额收取权利金 你觉得我们先来看 收取权利金的方式 他会带来什么效果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缺点 权利金 对于 竞标厂商来说有什么好处 赚的多付的多 赚的少付的少 没赚不用付 所以对厂商来讲我取得这个平谱 之后我的风险不用再那么高了 因为有一部分的风险 是由政府承担 对政府来讲厂商 做的越好政府拿越多 厂商做的不好政府拿的少 政府收到的金额会高高低低不同 对厂商来讲他不用担心 生意不好的时候 那我仍然需要付那么高额的 这个 这个通讯频谱的费用 所以对厂商是 特别的厂商如果是风险去币的 他们是 出于这个 避险的考量 全力竞的方式是有帮助 还有什么效果呢 厂商之间的竞争跟竞接 厂商之间的竞价 可以变得更简单更直接 因为权力竞的概念 等于我们参加竞标的是单价 而不是总价 这个单价是说 我电信公司每赚100万我要付政府多少钱 不管还是你还是我 我们都可以 你是大公司 我是小公司 你有能力创造营收 我没有能力创营收 但是没关系 我们的比较基准点都在于 我们假设都赚了100万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交给政府多少钱 所以厂商跟厂商之间的价格 相对很容易比较 那接下来我们看缺点 你觉得用权力竞的方式来竞标 会有什么缺点 或者是反过来 厂商是一次性的 付一大笔钱取得了使用权 随便它去运用 有什么优点 如果我们是付一笔钱取得了无线电平谱的使用权 厂商可以自由使用 是表示在我标到了这个平谱之后 我厂商每赚一块钱 我每赚一万块 我就是留一万块在我自己的口袋里 如果我是需要付权力金 假设我权力金是20% 我每赚一万块 我只留八千块在我口袋里 可是我如何运用通讯平谱来创造营收 厂商其实需要做非常多的投资 不管是他们做这个广电事业还是电信事业 他们需要做投资 所以厂商在得到平谱之后 如果所有的收入都归他们 他们有最强的诱因 去把由厂商做的投资这件事情做得最好 但是如果在取得平谱之后 我的营收还要跟政府分 那么我实际上赚一万 我只拿到了一部分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投入那么多 来做我的这些电信公司 该做的这些无线通讯的基础设施 所以取得平谱之后 该由厂商做的投资的量会减少 而这个 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到 这些电信的 服务的品质 反过头来影响到 最后政府实际上能收到的价格 所以在这里如果用royalty的方式 最大的缺点就是 Disincentive to post auction investment 之后我们会看到在很多不同的商业领域里面 大家是用royalty权利金的方式 来交易 可是在这里不适合 因为那个削弱 厂商投资诱因的效果 大家评估会很强 然后最后一点 回到当年的 1994年的拍卖 他们最后选择 他们是有设计 底价 这个reserve price 好那我们这边就讲到这里 关于当年的拍卖设计 不同的 这些细节的选择 其实背后都有 很深的理由 跟大量的 理论 跟实证的 实验的这些文献做基础 那我们先先下课 11点半回来 然后我们就回到之前 关于优势策略 最佳回应 NASH均衡的 这些方法论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学过的 分析方法 统整一下有哪些 第1个在 依序行动赛局当中 非常实用的一个概念 就是 反推法 backward induction 我们先去分析 在我们走了现在这一步 做出不同选择的情况之下 在未来 其他人会怎么回应 或者是未来的我自己 会做什么 了解了这些以后 我再反推 找出我现阶段的最佳选择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我们学到了 在同步行动赛局当中 有时候我们可以去找 我有没有优势策略 不管别人怎么做 是否存在哪一个 我的策略选择 对我来讲 永远最好 偶尔会存在 多数时候 优势策略 也不存在 我的最佳策略可能会取决于 其他人怎么做 然后我们也学到了 在某些情况之下 我们至少可以找到 那些劣势策略 他可以是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ies 或者是在 次高价拍卖当中 是weekly dominated strategies 那些劣势策略 之所以劣势 就表示存在一些其他的策略 固定比他们好 所以劣势策略删掉 有的时候删一删 剩下的选项 就很明朗 或者是我们也学到了一个概念 一个方法叫做 IEDS 劣势策略 逐一消去法 Iterated elimination of 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ies 我们曾经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 厂商的位置的选择 或者是作业里面 一些 集体选择 这样子的情境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事情是 这个 优势策略 劣势策略 这样子的思考方式 他是不是 会存在一些 一些情境是我们 无用武之地的 就哪一个最简单 足球 12码罚球 那这时候 罚球的参与者 一方我就称为 Kicker 踢球员 另外一方我称为 Goalie 守门员 你是踢球的人 你可以选择 你的球是要 往左踢 往中间踢 还是往右边踢 所以踢球员他面对了 三个 策略的选择 那么现在在符号上面 让我用大写的S 来代表踢球员 Kicker 他所面对到所有的选项 有些什么 我用大写的S K 来代表 那么他可以往左 往中间 往右 这就是他所有的选项 我们之前讲到 要界定一个塞局 我们要去厘清 他有哪些参与者 然后他有哪些 每个参与者有哪些策略的选择 Strategy 那么 对于 守门员来说呢 守门员他可以往左铺 他也可以往右铺 你说踢球的人可以往中间踢守门员为什么不能守中间 守门员如果守中间然后球又漏掉了人家会骂他没有做事 所以我们就简化 守门员的选项 就是往左守门员 或者是往右守门员 他进球的几率 让我这样来定义 所以如果我往左踢 你往左守背 守对方向我进球的几率不高 假设是 40%或者是0.4% 那么踢球 罚球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零和赛局 要么我得分 要么是你守住一分 所以我就把守门员的报酬 就直接定义成是踢球员的报酬取负号 0.4%跟-0.4% 如果我往左踢你往右守背 你守错方向我进球的几率大增 90%或0.9% 你守门员的报酬是-0.9% 以此类推我写下了这个表格 那么我在分析的时候我发现 我要处理一大堆的小数点 很烦 那么如果我把大家的报酬 这个报酬跟报酬这个计算其实是相对的 如果把每所有的数字都乘以10 我避开了小数点 可是 比大小 球极值的这个结论 不会因此改变 所以我就干脆把这个赛局简化 变成是 现在这个表 好在这个足球罚球的赛局里面 运用我们现在已经学到的方法 你要怎么分析 如果你是踢球员 你有优势策略吗 你有劣势策略可以删吗 你的对手守门员有劣势策略 你可以运用这个 IEDS 逐一消去法吗 你会发现 你的最佳策略选择 完全取决于守门员 怎么守 他如果往左铺 被你知道了 你就往右踢 他往右铺被你知道了 你就往左踢 你没有劣势策略 他也没有 所以这里面对到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现在 已经 学会的这个方法 删掉劣势策略方法 他在分析 Vicary Auction 有用 但是在这个 足球这里没有用 棒球的投打没有用 很多的场合 他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分析 做 往前推进 所以我们就需要形成 新的方法 这个新的方法 该怎么做 等一下有些计算 我会在黑板上进行 所以我 仍然需要 把 这个 投影片上这个表格 能够先抄下来 做Kicker And Goalie 然后我的策略 我就用英文 全部都用英文符号 之后 做数学的计算 比较快 大写 都代表 Kicker 的策略 小写 字母 代表 Goalie 守门员的策略 所以是 4 -4 9 -9 6 -6 好 面对到这样的课题 你觉得你会怎么思考 没有劣势策略可以删了 最常见的做法可能是我们来猜 猜对手会往哪边守 如果猜他往左就往右踢 如果猜他往右我就往左踢 所以这种的思考模式 叫做我们对于 对方的行为 先形成预期 然后根据我们的预期 来计算 当我们采用不同的 做法的时候 他所带给我的 报酬是多少 然后选出对我 最有利的 没有劣势策略可以消去 这个方法是比劣势策略的方法 要来的更一般性 先对守门员的策略形成预期 再来计算自己最佳的踢球方向 可是你说这个预期不是跟 赌博一样吗 因为你可能没有概念 如果你觉得他有可能往左有可能往右 怎么办 没有关系 所谓的预期 并不是要你压住 对方一定会怎么做 你的预期 可以是一个几率分配 如果你觉得对方有可能往左有可能往右 你的预期可以是 他50%的几率往右 50%的几率往左 或者根据过去的资料 你发现这个守门员他常常是往右手 可能跟他的 特质有关 他往右边守 守得特别好 等等的 那么你的预期 可以是这个守门员 60%的几率往右 40%的几率往左 所以这个预期 他不一定要是一个绝对的判断 他可以是一个几率分配 我们从这里出发 来看看 可以怎么 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我这里讲的预期 在英文的文献里面 我们用的字 叫做believe 这个believe 他数学上的含义 就是当我知道对手 有哪一些策略的选择 他有哪些选项 那么我的believe 我的预期 就是对手 做不同的选择 各自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他会是一个 几率分配 所以我的预期 假设是这个P 这个P 包含了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 对手会往左扑的几率是多少 第二个元素是对手 会往右扑的几率是多少 这整套 形成了我对于 对手的预期 当然 这些东西需要是一个几率 我觉得写这个plpr有点烦 所以让我设一个数字q 让我定义q 就是pr 然后同时 从这里出发 pr代表对手往右手的几率 那么同时 对手往左手的几率会是多少呢 往左跟往右的几率加在一起 应该要是1 所以对手往左边手的几率就是 1-q 然后因为q代表的是一个几率 所以我们必须要满足这个q 必须是落在0 跟1之间 几率不能是负的 几率不能大于1 所以从这里出发 我在这个表格上面 现在所谓的我 我是这个踢球员 我从踢球员的视角 来看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守门员怎么守 但是假设我形成了一个预期 几率q他往右手 几率 1-q 他往左边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要怎么继续的 分析下去 我先来跟大家定义一个符号 在定义符号之前我们来看 如果 我就是往左边踢球会怎么样 我往左边踢球 有1-q的几率 对方往左边手 我的报酬是4 所以当我往左边踢球的时候 1-q的几率 我的报酬是4 但是有q的几率 对方是往右手 然后让我 进球的几率大增 可以得到报酬9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选定一个方向进攻 因为从我的眼睛来看 对方有可能往左有可能往右 我面对到了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往往每个方向踢 我都要计算 我进球的这个报酬的期望值 所以我现在我的报酬 我是要计算期望值 而不是一个明确 并不是一个肯定会发生的数字 从这样子出发的话 我来定义 一个符号 如果对数学不熟悉的人 你就把这个符号当成是一个新的语言 他所表达的意思就只是一个 更精准的一种语言 我用E来代表 Expected value 或是Expectation 代表期望值 我用U 来代表这个报酬 所以我要来看的是 Kicker 踢球的人 他的这个 踢球的 之后 他往不同方向踢球 所得到的期望值 那他往左边踢球 在他形成了 预期是P 的状况之下 在他形成认为 守门员往右手的几率是Q 往左手的几率是E-Q 我用这个P 这个向量 来概括 踢球员的预期 在他形成了这个预期 又往左踢的情况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我刚才所写的 E-Q的几率 他报酬是4 Q的几率 他的报酬是9 经过了减化 就是4 加上5Q 所以我往左踢的 报酬期望值是多少 其实取决于 我形成的预期 我认为对方比较可能往哪边 去防守 第2个我来算 当我往中间踢球的时候 我所得到的这个 报酬的期望值是多少 对于KICKER来说 我们要计算他的报酬 因为他面对了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算期望报酬 所以是E-U-K 他的预期是P 是右上角我们定义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往中间踢 大写的M 会发生什么事 你发现他往中间踢的时候 不管对方怎么守背 他的报酬很简单 都是6固定的 算完了 最后我们来看 当踢球员KICKER 他往右踢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他的报酬期望值是多少呢 我们发现 1-Q的几率 守门员往左边守背 我往右踢 所以我的报酬是9 然后Q的几率 守门员是手右边 我往右踢 我的报酬是4 所以 简化之后 我的报酬就是9 减掉 5Q 从这里 我们是从我们的预期 一个几率分配P 或者是一个几率的数值 往右踢的几率数值 Q出发 然后来计算我往左往中往右 三种策略选择 会带给我的 报酬的期望值是多少 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 这三个数值 我们来比大小 谁带给我的数值跟报酬是最高的 我就往那个方向踢就对了 但是这个比大小 取决于Q的大小 我能不能 做一个图示 我的横轴 所衡量的 就是我的belief 我的预期 而我的这个预期的几率分配 它可以浓缩成 一个 一单一维度的 一个参数 就是Q Q是往右踢的几率 最小是零 最大是一 也可能 一半一半 二分之一 这是我的横轴 那么 我的纵轴 想要画的 是我的期望报酬 有多少 众丑 众丑众丑所衡量的 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个 payoff 那我又没有办法把我往左往右 跟往中间 的这三条 随着Q大小不同 我的这个期望报酬 的这个函数能够画出来呢 我们先来看 当我往左踢的时候 我的报酬是 4加上5Q 如果Q等于0 我得到的报酬就是4 如果Q等于1 我得到的报酬 就是9 然后这条线 线性的 这一条 就是 Kicker 往 左踢的时候 他所得到的 这个期望报酬的函数 重点是他往左 是这条线 那我们来看 当Kicker 他是往右踢的时候 他期望报酬是9-5Q Q等于0的时候 他报酬是9-9 Q等于1的时候 他的报酬是4 我们再得到这条线 是EUK 往右踢 大写着R 给定我的几率分配 我的预期是这个P 在我往右的时候 我得到的是这条线 那么我往中间踢的时候呢 往中间踢的时候 不管 这个Q 对手往右边手背的几率 是多少 我踢球员的报酬 都固定的 是6 所以这是EUK 往中间踢 大写的M 给定我的预期 是几率分配P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就得到了三条线 往左 往右 往中间 随着Q 的大小不同 我会得到不同的 期望报酬 我该怎么做 我永远该选择 期望报酬 最高的那个选择 这时候你发现 当Q小于二分之一的时候 是往右踢 可以带给我比较高的 报酬的期望值 当Q小于二分之一 对手 不太会往左 往右手背 对手比较会往左手背的时候 得到的是我往右踢球 我的报酬会大 反过来 Q大于二分之一 对手很可能会往 右边手背 而我发现 给我期望报酬最高的是 让我往左踢 是这里 好 这样子出发 就得到 一个结论 从这里出发 得到一个结论 当Q小于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选择往右 当Q大于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选择往左 我选择往左 当Q正好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发现 往右跟往左的这个报酬曲线 他们交汇了 所以 随便 往右 或往左 都一样好 或都一样坏 然后从这里出发 你说一开始你很茫然啊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形成你的预期 你也不知道这个Q 到底该是多少 那我们是否仍然可以下一个结论呢 你会发现从这里 给定这我们的报酬 的数字 的结构 不管Q是多少 往中间踢 从来都不是 任何一个预期之下 你该做的最佳选择 所以 不管 你评估这个Q是多少 在这个赛局里面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永远不要往中间踢 要么往左 要么往右 不往中间 这是 修给大家看 我们一个 很基本的 这个分析的方式 往中间踢 不是任 我们分析的这个新的方法论 是先对对手形成预期 在这个预期之下 做出我们的最佳的 决策 跟最佳的回应 那么如果有某个策略 他在任何的预期之下 都不是你的最佳回应 那么 你永远不应该采用这个策略 我们把这个分析方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之前是说如果 你有劣势策略 你不应该采用它 现在我们没有劣势策略 但是如果有某个策略 它在你任何的预期 这个预期是一个几率分配 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任何预期之下都不是你的最佳回应 那么你就不要采用这个 从来不会成为任何最佳回应的策略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理 为什么 怎么用 直白的文字来证明它 当你形成了一个预期 在那个预期之下 你应该去用你的最佳回应 如果某一个策略 它从来都不是任何预期之下的最佳回应 那它就没有机会被选到 从这里出发 今天这堂课大家第一个要理解的是什么 什么是believe 什么是预期 第二个大家要能够学到的一个新的词汇 在英文里面叫做best response 我翻成最佳回应 不同的人中文翻译很乱 给定你对其他人行为的预期 能够将你的报酬 极大化的策略选择 给定你对其他人的预期 能够将你报酬极大化的策略选择 那么从这里出发 如果当我们要从一个分析者的视角 来看筛局参与者如何互动 或许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来看 不同的人他们的策略互动 是否能够拿得到一种状态 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出你的策略 我出我的策略 我们形成了 我们这些 我们各自的策略形成了一个 策略组合 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 每一个人的选择 都是对于其他人的策略选择 的最佳回应 这个概念 当初是 John Nash 他率先 用严谨的方式 来定义 并且 来证明 在一个足够一般化 的一个赛局的设定当中 最早期 John Nash 他的设定是有限赛局 就参与者的数量是有限的 每个参与者面对到的选择数量是有限的 选项是有限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符合这个定义 所以 他一定存在 就说Nash均衡 它是一种状态 一个策略组合 在这个状态之下 每个人的策略选择 都是对其他人的策略选择 最佳回应 那么我 等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又说这个Nash Equilibrium 称它为Mutually Best Responses 那等一下 我会在黑板上列出一些我们至今 已经见过的赛局 然后我们来看 如何用这个Nash均衡的这个概念去分析它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先从定义出发 来找解 然后下个礼拜 我们会深入的讨论 Nash均衡这个概念 它到底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真实世界里的人 他们真的会把 理论上的Nash均衡的结果 玩出来吗 很多时候不会 如果不会的话 Nash均衡的这个概念 它到底 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它为什么是一个 有价值 为什么是一个实用的 分析方法 我们把这些深入的课题留到下个礼拜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些机械式 计算型的问题 几个礼拜前 我们看过这个 答质 封面故事的竞争 封面故事可以是以政治为话题 我用P代表 或是以财经新闻为话题 我用F Finance 来代表 两个杂质 他们同时选择 封面故事 然后 他们不同的策略组合 那会带来 两份杂志 在那个礼拜 不同的营收 我们看到的 第一个状况是 3035 3535 70 30 30 70 15 15 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会看到 每一份杂志 他拥有优势策略 对Time来说 35大于30 70大于75 所以 选择财经新闻 是他的劣势策略 对Newsweek来说 选择财经新闻 是他的劣势策略 在我们消去劣势策略之后 我们预期 得到的这个优势策略均衡 是两个杂志都选择 政治话题 当封面故事 但是我们现在学到一个新的观念 叫做Nash Equilibrium 然后Nash Equilibrium指的是一个状态 一个策略组合 在这个状态之下 两方所选的策略 各自是对方策略的 最佳回应 那我们就来检验一下 两份杂志都选择政治话题的情况之下 这个 策略组合 左上角这一格 是不是一个Nash Equilibrium 我们要检验一个状态 是不是Nash Equilibrium 我们要就是从定义出发去看 给定对手选择政治话题 如果 我选择政治作为 封面故事 我选择政治话题作为封面故事 是我的最佳回应 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没有办法单方面改变我的选择 来提高我的报酬 所谓我 针对对手的选择 做出最佳回应 的另外一句话 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我没有办法 我已经做到最好不能更好了 我没有办法单方面改变我的做法 来提高我个人的报酬 所以我们来看看 对手选择政治话题的时候 如果我从政治话题 改变变成财经话题 我的报酬会从35 降低到30 不会增加只会减少 表示我 我也选政治话题 是对对手的最佳回应 反之亦然 所以 两边都选政治 是一个Nash Equilibrium 纳许均衡 同样道理 你可以去检验 另外三种策略组合 我跟大家示范选右边这一格 就是我选政治话题 你选财经话题 是不是一个纳许均衡呢 从这里我可以看到 给定你选财经话题 我如果单方面的从政治话题 转换到财经话题 我的报酬降低 我不会想动 我已经对你做出最佳回应 可是对你来说 给定我选政治话题 如果你从财经话题 转换到政治话题 你的报酬可以提高 表示你选财经话题这件事情 并不是对于我选政治话题的最佳回应 所以这个不是纳许均衡 同样道理 右下角左下角这三格都不是纳许均衡 在这一题的分析里面 我们的纳许均衡就是删掉 劣势策略之后 所得到的那个均衡 是一样的 从这点出发 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回去尝试 我们得到的一个定理 或者是一个赛局的特性 是如果你透过删掉 劣势策略 这边指的是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y 透过删掉 强劣势策略 最后如果可以有一个精准的 唯一解 的预测的话 那那个 剩下来删不掉的结果 他就会是那个赛局的 纳许均衡 他对数学有兴趣的人 可以 试着 去 从定义出发 去证明这件事 接下来我们改变这个报酬的数字 右上 右上角 左下角 左下角 我们仍然是70 30 30 70 左上角是40 28 右下角是18 跟12 这时候来看 我怎么选 对于我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来说 40大过30 70大过18 所以 财经新闻 是我的劣势策略我不选 在我删掉了 财经话题之后 对newsweek来说 30大过28 他会选择财经新闻 所以我们透过 IEDS的方法 最后得到了一个 唯一的解 我们预测 两家达字会这样选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选择 他是否是 National Equilibrium 给定对手选财经话题 我选政治话题得78 我换到财经话题 我报酬变小 这已经是我的最佳回应 同理 在我Time Magazine选择政治话题的情况之下 对手的财经话题 让他得30 他如果切换到政治话题 他的报酬降低 所以这是 纳许均衡 同样道理 大家自己去检验 剩下的这个三格 都不是纳许均衡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定理是 如果我们用这个 IEDS 劣势策略逐一销去法 前提是删掉的是 强劣势策略 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y 删完之后 我们得到 剩余 没有办法再删的 如果只是剩下一个唯一的 一个策略组合的话 他最后 他会是 纳许均衡 然后我们先前看到的例子 Location Choices 厂商的 位置选择 请大家自己回去 我想作业的时候 你们可能已经做过了 他的纳许均衡 其实有 四个 5566 跟 566 然后我们之前看过的是这个 Travelers Dilemma 请大家回去 之前我们是用逐步的删掉 弱劣势策略的方式 经过推理 两个决定聪明的人 来参与这个赛局 之后大家都出两块钱 请你练习去证明 在 旅行者的两难当中 两个决定聪明的人出两块 各出两块钱 报两块钱的价 是这个赛局唯一的 Nash Equilibrium 请你去证明这件事情 我们要证明 22 是Nash均衡 相对简单 给定你出两块钱 申报两块钱 我如果 从申报两块钱 变成申报三块钱 结果会怎样 结果我得到两块钱的补偿 还要付两块钱的罚金 我得零 所以我申报的金额 如果从二 增加到其他 任何的数字 数字 我得到的报酬 都会从二 降到零 所以我没有办法 单方面改变我的 策略选择 来提高 我的报酬 所以我 申报两块钱 就是我对于你 申报两块钱的 最佳回应 反之亦然 从这里我们可以证明 这是一个纳许均衡 那么 请大家去思考 你要怎么说明 22 是这个塞局 唯一的一个纳许均衡呢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排除 说其他的申报价格的组合 不是这个塞局纳许均衡 请大家回去想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来说明 今天介绍了纳许均衡的观念 以及他对于这些有限的策略选择的赛举里面 我们如何套用这个定义去检验 什么状态 是 纳许均衡什么不是 下个礼拜我们深究他的意义 也会把应用在于厂商的竞争 然后合伙人之间的合作 等不同的 更实用的课题 我们下个礼拜 我请索了 做个礼拜 我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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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个礼拜